嗨 这里是男友 随着夏天的慢慢的到来 我觉得每个人都非常需要一条 轻薄透气百搭的牛仔裤 没错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 六条牛仔裤的试穿 它们有不同的款式 不同的版型 全部都来自太平洋男装首次 推出的丹宁系列 这个系列非常的人性化 它们分为一二五六四个序号 分别代表了紧身 修身 直筒 宽松四个版型 这样看起来就一目了然 因为我要试穿嘛 所以我就再交代一下我的身高体重 我是175 110英左右 这次我统一选择的是M码的尺寸 上身呢 裤长是刚好的 就腰围稍微会大一点 所以如果你的身材跟我差不多的话 我觉得选择的次就差不多了 那我们就开始来试穿吧 我这一次有四条是浅蓝色的 剩下两条是黑色的 所以我从蓝色给你们试穿 让它有点远 所以我走近给你们仔细的看 第一条是一号的紧身版型 它整体上身效果呢 我会放右边 面料细节你们可以看现在这边 静静的看它三秒 一二三 它上身后我的第一感觉就是 轻薄舒服 虽然是紧身裤 但没有任何的负担 它修饰腿型的同时呢 又能避免大多数紧身裤紧绷的问题 这也是很多男生比较排斥穿紧身裤的原因 这条它就不会 而且它弹性很好 面料很软 加上使用了酷max的弹力牛仔面料 就让你夏天也可以透气凉爽 搭配方面呢 我考虑到大家会比较在意 酷型和鞋型是否匹配 所以我每条都会准备休闲 运动 皮鞋三种风格给大家上身做参考 这条呢 整体它是水洗过后的浅蓝色 特别特别适合搭配 鲜亮或者浅一点颜色的衣服 很自然可以穿出寒饭的感觉 我们可以假装一下 儿童欧巴 少年欧巴 上班族欧巴 第二条 二号的修身版型 它很明显要比前一条宽松 是一个简约修身的版型 比上一条弹性呢 也要小一点 它多了一些装饰 比如说口袋下面的白色字母印花 腰间的装饰性的腰绳 颜色也更深一点 整体我觉得比较偏日系干练的感觉 所以搭配方面呢 我会穿的简单 通勤 大男孩一点 第三条是五号直筒版型 它颜色更接近灰蓝色 面料也比前两条要厚实 摸起来更粗糙那么一点点 配合几处破洞细节呢 看起来更加随性 它放宽了侧缝线 所以是适合大多数人穿着的版型 不太挑人 我个人觉得裤脚卷起来更好看哦 搭配方面 因为这条裤子的休闲随性 更适合用街头混搭来匹配它多元的感觉 不妨我们在穿搭上多做一些尝试 第四条是6号宽松的版型 但它不是阔腿裤 大家要知道它们之间的区别 它能宽就宽的恰到好处 你可以看到它是从臀部到大腿比较有阔形 慢慢往下小腿越来越细 一气呵成 它特别适合需要修饰小腿的人 它的设计上也有很大不一样 更人性化 腰头部分呢有加松紧 背部呢有口袋的装饰 不会看上去太寡淡 面料也比较挺阔 整体有一点复古的感觉 所以呢穿搭上我会尝试用了格子衬衫 红色针织花朵元素 来做一个复古的男孩 6条也是1号景深版型 我非常爱这条 甚至可以放下狠换 它是这几条里面我觉得最棒的 它几乎综合了之前1号2号版型的所有优点 上身 哇长腿 鼻挺 但不紧绷 它的面料有一定的厚度 但摸起来又可以非常的绵软 加上它是偏普蓝的黑色 几乎什么风格都可以搭配 是一个百搭的基础款 所以呢三个搭配之间呢 我会划分的风格更明显一点 第6条是2号修身版型 全黑的 我觉得它跟接近棉部的质感 弹性很大 又相对宽松 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膝盖出若银若现 破口的设计 搭配方面我们可以延续它酷酷的感觉 多一点坏坏的不一样的风格 本次试穿到这里完美落幕 下面大家可以给心仪的选手 投出宝贵的一票 支持它就在公屏上打出它的号码 谢谢 稍后呢 带来本期上升look的纯响版 最后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厚爱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拜拜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